音乐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道路交通法规 我们对于110年度景大研究所的考前拆题 那我们是高建公职的交通团队 那我们在这里呢主要呢我们会列出几个重要的题目 然后跟大家来去做解说 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详细的解题资料有兴趣的话 欢迎跟我们来去做索取 那我们在简报档里面我们主要会提供给大家题目 那以及用口述的方式跟大家来说明这个解题的方向跟解题的内容 好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 在第一题的部分它是一个这个很热门的一个考题 因为其实最近呢在所谓的这个造势逃逸这件这个法规的部分呢 最近修了很多 那尤其在刑法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交通部本身已经将相关的一个法规修订的内容去做一个这个公告 那行政院的院会也去做通过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是未来一个考试非常非常重要的焦点 那其实整个这件的事情来讲的 它的源头就是这个司法院市制里面第777号的解释 里面它对于驾驶人无过失的情节轻微的造势逃逸案 它做出了部分违宪的解释 那它说是说明现行的法规为何 并且说明违宪的理由跟修法的建议 好那首先呢在这一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它的答题的方向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现行法规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就是部分违宪的理由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修法的方向 我们可以分成这三个来去做说明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现行法规上面呢 现行的刑法185-4条这个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造势 自人史上或逃逸者需要处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游期徒刑 这个是目前的法规 那这个法规呢经过司法院的试制之后 发现到了说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它其实定的并不清楚 那主要呢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到底多严重的状况 比方说我今天我碰到一个人 然后赶快逃了 算不算造势逃逸 算对不对 好那我今天如果把人家撞死了 我逃逸之后 跟前面那样子的一个法规的内容 好像怎么样 它并没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要去做检讨的方向 所以呢就在部分违宪理由的部分 我们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它违反法律的明确性原则 第二个部分呢 则是违反比例原则 那所以有关肇事的部分呢 我们可能语义所及的范围呢 包含呢因为驾驶人的故意或过失 或者是非因驾驶人的或故意或过失所导致的事故 那除了因为驾驶人的故意或过失 所知的事故呢 为该条所涵盖 无不明确之外呢 其余非驾驶人的故意或过失 所知的事故情形是否构成造势 那并非一般的受规犯者 可以做理解或是预见的范围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认为呢 这件事情来讲 它是违反比例原则的 那关于刑度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过去一律是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为他的法定刑 那导致呢 对于犯罪行为清洁者 没有办法用所谓的一颗法径的宣告 那对此呢 这类型的一个 这个轻微的个案 它显然有过度严苛的处罚 所以在这个范围内 它是不符合刑法的罪行相当的原则的 跟刑法的第二十三条的比例原则也有所违背 那所以我们就建议了有三个主要的修法方向 包含了明定肇事的定义 然后在这个停留现场义务的部分的这个阐名 那最后还有关于法律效果的部分 应该要做所谓的分歧 好 首先我们就对第一个部分 明定肇事的定义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应该要就肇事这个明确的定义 使民众能够理解或者是能够预见的范畴 就行为或是事故的发生间 有因果关系的驾驶人 那明定他的主观责任要件 所以除了肇事者有过失之外 是否排除故意或包含无过失的情形 如果立法政策想要包含驾驶人无过失的情形 有关的机关应该要并为广为宣导 建立全民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 能够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或者是救护死伤者的一个共识 第二个是对于停留现场作为义务的部分 我们掺着所欲保护的乏意 那订定事故发生之后作为义务的范围 例如像是应该要停留在现场 并且应该要通知警察机关处理 协助救医者这个救医对于事故现场 做必要的处置 向伤者或警察等有关的机关表明身份等等 这些都是应该要做的 最后一个是关于法律效果上面 依照违反作为义务的情节倾咒 对法义侵害的程度不同的情形 定例不同行度的处罚 那像是现在目前 这个行政院里面就规范了说 大概这个草案里面的内容 就包含像是可以区分过失或无过失 致人伤众伤 亡者以不同的行住 以符合所谓的罪行相当原则 所以现行的法规呢 我们确实在行度或是构成要件 它还有一些不合理或是不清楚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透过法规的修订 能够更加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跟社会的秩序 那主管机关呢 也应该要加速依照他的这个视线内容 办理相关的修法程序的部分 这个都是应该要去做的 这是第一题 也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 有机会考出来的考题之一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二题 他问你说 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频传 去年的死伤破了7000人 那是问电动自行车 跟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差异 那电动自行车的速限 以及处罚规定为何 有哪些的方式可以避免电动自行车 变动装置引发的安全性问题 那在这一题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分成三个部分来去做常数 包含第一个部分 就是电动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自行车 要让大家去做区别清楚 所以要去做这两个部分定义上面的一个概述 第二个部分呢 则是电动自行车 它的速限 以及它的处罚规定 最后则是电动自行车 自行变更装置的一个规范 那首先呢 我们就定义上面的来讲的话呢 首先是电动辅助自行车 它是指所谓的行事审验合格 以人力为主 电力为辅 那最大的行驶速率是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而且呢 车重是在40公斤以下的六轮车辆 那电动自行车呢 则是指说 我们经过行事审验合格 它是以电力为主 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那它的这个车重不含电池在40公斤以上 或是车重含电池在60公斤以下的二轮车辆 这两种部分就是电辅车跟电动自行车 它的差异性的所在 那其实电动辅助自行车来讲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还是以人力为主 电力只是辅助的功能 那电动自行车呢 则是变成是以电力为主 那这个它不用使用人力的方式 那接下来是所谓的电动自行车的速限跟处罚的规定的部分 它会依据道交条例里面72之1条的规定 电动自行车在道路行驶或使用 那它的行驶速率 如果我们超过行事审验合格允许的最大行驶速率 每小时25公里 就会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 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 那接下来下一个部分呢 是电动自行车 如果发生自行变更装置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规范 这个是在道交里面的第72条里面有做规范 所以慢车呢未经核准 如果擅置变更装置 或者是不一规定保持刹车 铃铛灯光或是反光装置等 安全设备的完整跟这个良好 这个时候要处慢车的所有人 新台币180元的罚款 那并且呢要去责令 这个限期安装或者是改善 那另外呢电动自行车呢 在道路行驶或使用 如果擅置增减 或者是变更电子装置 或是原有规格 就要处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 1800以上 5400元以下的罚款 并且责令去做改正 这个是在第二题的部分 我们可以分成这三个方向来去回答 包含了定义以及它的速限跟处罚规范 还有它这个自行车自行变更装置的规范的部分 大概会分成这三个部分来答题 接下来下一个部分呢 这是part 3 它是说 因为酒驾呢 致死案件不断的发生了 那我们为了保障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维护道路交通的秩序 那是说明我国对于酒驾累贩 加装酒精锁有何规定 那我国为了统一这个规范酒精锁 那订立了所谓的车辆自动点火 自动锁定装置安装及管理办法 那说明管理车辆 还有受限驾驶人 它的定义是什么 并简要说明酒精锁的启动程序 好 那我们来看到这一题的部分 那酒驾其实致死的案件 不断的发生 那为了保障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那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我国在108年3月26号修正 并三读通过这个酒精锁 在35条之一加以规范 那以下呢 就所谓的酒精锁或相关的规范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去作答 包含可以从法源依据 管理车辆跟受限驾驶人定义 还有酒精锁的启动程序 三个层面上面来去做答题 好 包含第一个叫做法源依据的部分 它说这个汽车驾驶人 依照67条第五项的规定 它是依照完成所谓的酒驾 酒驾防治教育或是酒饮治疗 考领驾驶执照后 如果不依规定驾驶或是使用 配备点自车辆自动点火 阻定装置汽车者 那要处新台币 三六千以上 一万两千元的罚还 并且当场一致保管这台的汽车 那前项的车辆点火呢 自动锁定装置 由他人代为解锁者 处罚新台币 这个六千元以上 一万两千元以下的罚还 那如果第一项的车辆点火 自动锁定装置的一个规格功能呢 应该配置的车种 配置的期间 管理以及其他应该要遵行 四项的办法 由交通部 会统内政部来定例 那另外呢 在管理车辆 或者是受限驾驶人定义的部分 就管理车辆里面来说呢 它是指说 装设车辆自动点火装置 那仅能透过该装置 解锁后 时刻启动的汽车 受限驾驶人 那指的是本条例67条第五项规定 完成酒驾防治或酒饮治疗之后 并且呢 好领友驾驶职障的 这个汽车驾驶人 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则是所谓的 这个最后一个部分 要讲到的就是 所谓的酒精锁的启动程序 那这个自动静火 自动锁定装置 酒精锁 连接到汽车 启动系统 具备可量测 酒精浓度分析器的装置 那这个装置呢 在受测者土气 所测得的土气酒精浓度超标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防止所谓的汽车启动 那并且呢 具有汽车启动后 可以随机进行重新试验 跟这个记录试验结果的一个功能 OK 那其中受限驾驶人呢 在去启动这个管制车辆前后 应该启动车辆自动点火锁定装置 进行土气酒精浓度的试验 并且在这个车辆点火自动锁定装置 为土酒精浓度之后才能够去做这个启动 OK 好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对于这三题的部分的一个规范的内容 那这个如果要这个完整的详解的部分的话呢 那就请大家赶快告报名110年度的考前冲置班 我们会给大家完整的考前拆体内容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无功秘笈 能够让大家在分数上面快速的成长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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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